在今天胡仁与国王的比赛中,胡仁以122比114战胜对手,取得三连胜。 本场比赛霍华德替补登场,全场出战21分钟,拿到14分,14板三助攻二抢断,在攻防两端均有出色的表现。 进攻端在国王内线群的包围之下,频频抢下进攻篮板,帮助球队取得二次进攻机会,在防守端镇守着篮下,让对手球员也非常忌惮,胡仁本场的胜利离不开霍师傅的出色发挥。 在此之前,霍华德自解除隔离以来,在队中很少获得出场机会。 沃格尔对于以詹姆斯为中锋的小个阵容颇为满意,因此霍华德在其眼中变得可有可无。 而本场比赛在面对国王有着绝对内线高度的情况下,沃格尔在首发安排上还是一直坚持使用五小阵容,显然这一阵容因为高度的原因从一开始就被国王的内线肆虐,在第一截后半段霍华德登场之后才有所好转。 霍师傅也因此在本场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。 赛后,霍华德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今晚的表现时,说到很久都没有打低这么痛快过,当你能够在场上展现你的实力的时候,那种感觉是美妙的。 我一直都不曾放弃过,哪怕我一直哭作板凳席,我知道我需要在球队中扮演什么角色,我也知道我的努力会带给我想要的结果。 在谈到本场比赛沃格尔为何让其上场时,霍华德也表示道教练一直都有他的想法,我们必须相信他永远是对的。 但是这场比赛我的出场应该感谢詹姆斯,因为是他在暂停的时候向教练建议,是时候让霍华德上场了,我知道这是来自他对于我的信任,在面对对方绝对高度之下,我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本场比赛霍华德的发挥绝对称得上是胜利的功臣之一,值得一提的是,本场他的得分与篮板均创造了赛季的新高。 就连詹姆斯在赛后都表示,霍华德本场的表现配得上获得比赛用球。